輸入編號的時候,其實如果讓使用者自己key的話 也很容易發生錯誤啦 因為一般人不知道客戶編號什麼要亂key 亂key就帶不到資料 所以為了避免錯誤,通常我們也可以把它做成下拉式選單 那這個下拉式選單的方式 你有幾個選項 如果說你這個客戶編號變動不大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在資料驗證裡面怎麼樣 就直接去找什麼來源的話 因為我們的工作表 不過特別注意,來源的部分 我講過就是說呢,你沒辦法切過去 這邊,你沒辦法切過去 所以呢,我們來源的部分 假如說你是跨工作表的話 你就自己要key上去 那key的方式的話,你就直接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W1,然後一個驚嘆號 那這個地方他自己打 這個W1就是我們的工作表名稱 那驚嘆號後面加的就是我儲存歌的範圍 那因為我的客戶編號是從A2 一直冒號到,因為我有無筆資料 然後我到A6 A6,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那我就點下去之後 他這個清單,就會直接就從W,就是客戶的那個工作表 直接帶過來 這樣的話呢,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 因為呢,怎麼選都不可能選錯 如果自己打的話,就很容易打錯 OK,如果因為客戶量不多的話 那如果說你客戶經常會改變的話 那你這個欄位,這個儲存歌要經常維護 如果這邊有變更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就是在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數字再增加 OK,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有關那個客戶編號部分 那也是一樣就是說,我們這邊商品編號 商品編號 商品編號 在W2裡面呢 會有這些商品編號 然後呢,會出現什麼 商品的品名規格在這裡 然後單價是多少 那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地方也是一樣自動化 比如說編號部分呢 當然,讓那個使用者自己打的話 也是很容易打錯 所以呢,假如我一次可以訂無筆資料的話 好,那我在這裡呢 就可以自動幫我建立 先建立好什麼呢 下拉選單 好,那選單的方式 建立的方式呢 也跟剛剛是一樣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W2裡面呢 我的清單在這裡 A2一直到A8